好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 现在我们回到了这个尔湾的El Camino Real小区 这个区吧 我们来看一套之前没怎么看过的一套户型 这种连排的这个小condo 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套 就在一个初中和小学的马路对面 非常近 过一趟马路就可以上学 像刚才说的这套是算一个小condo 左边右边都有邻居 非常老 从这个门的开门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听出来 进门正对着的是楼梯 左手呢 这里有个小门厅 你可以摆一张小桌子或者一个巨大的鞋柜 左边就是我们这个非常亮的一个客厅 亮吗 这个灯非常的亮 比较宽敞 而且这个带吊灯的这个地方天好板非常的高 楼上 这个是楼梯 我们一会可以上去看一眼 这个呢是我们的壁炉 这看起来是烧煤器的壁炉 从角落看这个客厅非常非常大 就没有窗户 就是这一面墙有窗户 别的墙 因为这边是邻居 右边也是邻居 这个 有一个非常矮的门 这边这里是客厅的这个卫生间 它这个马桶的位置非常的奇怪 这个巨矮的门里面是楼梯下面的储藏室 放了一个小凳子 不知道是不是在干嘛 右边呢是一个稍微比较高一点的储藏室了 衣柜 穿过客厅 这是一个推拉门 这个地方 把这个厨房 餐厅还有这个客厅分开的 这里是餐厅 而后左边是厨房 第一次见这种多边形的这个台子 这个是复合版的 复合版的台子 厨房看起来还行吧 在这个外面还有一个小柜子 有意思 这边出来是它的一个小院子 穿过后院 这个门就是我们的车库 可以停两辆车 然后前面 还有大概有一两米宽的位置 大概两米宽吧 一米半 然后你的洗衣机烘干机会放在这个位置 储藏空间还是不小的 我们回到了这个门口的楼梯 那我们上楼去看楼上的三个卧室 这套楼下没有卧室 三个卧室都在楼上 在拐角的楼梯最上面 可以俯瞰到这个客厅 右手呢 这个走廊 新刷的漆 这个是一个储藏室 然后这里是卫生间 有点炒 灯管 第一个次卧 面积还行吧 第二个次卧 面积一模一样 两个面积一样大 左手这个主卧 面积还行 不太喜欢这个镜子 我突然发现它这个房间 每个房间的地板都不一样 然后这里上卫生间是一个小台子 一个水池在角落 然后这里是淋浴间加上卫生间 看看窗外吧 窗外是家门口 那么最后在后院给大家报个价 这个像我们刚才看的是三个卧室 两个半卫生间 一共是1550尺 1975年建的 现在要价是85万 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我们看过的 这个要价最低的一套房子 为什么 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 但是位置非常不错 离边上的这些购物 超市 还有像我视频一开始说的 这个学校 马路对面就是学校 那么这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房源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 随时联系我 还有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考虑点个赞 或者关注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